游戏结束了 快跑 快捅进来 他应该已经走了 好热啊 出风口温度过高 出去吧 这里越来越热了 糟糕 门开不开了 刚才进来的时候是16分 现在是24分 温度大概升高了8度 所以房间里的温度是21分钟一度上升的 你是怎么看时间的 墙上的钟啊 可是墙上的时钟并没有走动 怎么回事啊 爸爸你看 这上面的字怎么都是乱的 我知道了 这里并不是现实空间 我本来以为墙上的时钟画了 但是每隔一段时间去看 时间却又是在变化 而书里的文字也只是没有逻辑 随机排列 就像是电脑运算能力不足 只能处理静态和简单的画面 而对于动态的时钟 可需要更多逻辑 书本那种却加载不出来 所以我们是因为超脑芯片发出的电波 是我们产生了幻觉 但是芯片还没被完全激发 所以才有了漏洞 那我们怎么走出幻觉啊 制造电流 干扰电波 什么东西能产生电 房间里的物品都是虚假的 只能从我们自己身上找 毛衣 衣服抹擦会产生大量的静电 准备 这招有用 但是好像又没完全有用 看来电力还不够 爸爸别乱动 我们虽然看不到真实世界 但是身体是处在真实世界中的 这是爸爸公司的什么地方啊 我想想啊 我们刚才是从茶水间往厕所方向跑 然后左转大概30米处 这应该是打印处 打开打印镜 进来就够了 应该是这个 终于出来了 看来这次遇到大麻烦了 必须想办法把芯片 从妹妹脑袋里取出来 别担心 我当初设计的时候 就顾虑过超脑芯片 会不会控制妹妹的大脑 所以设置了安全自毁系统 一旦妹妹的意识 被压制超过24小时 芯片就会自动关系 怎么过去 怎么了爸爸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超脑芯片打开了 数字世界的时空大门 它可以连接到芯片 研发的时候 从而擅除掉 安全自毁程序 如果它能连接到过去 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 只要是数字的就可以 妹妹 你再坚持坚持 爸爸你听我说 这是未来的 我发过来的视频 芯片救不了妹妹 你千万不要启动芯片 爸爸 我难受 你怎么这么不听劝 给你自己发条视频 我是未来的你 现在赶紧去爸爸的工作室 阻止爸爸启动芯片 不然一切都来不及了 爸爸 你带芯片启动 妹妹的大脑将会让芯片控制 妹妹的病太罕见了 我已经找过无数的医生 想过无数的办法 只有将芯片植入 激活妹妹的脑细胞 妹妹才有活下去的希望 到时候芯片会完全控制 妹妹的身体 病虽然好了 但是她再也不是妹妹了 妹妹 爸爸 你们家这么人能阻止得了你吗 妈妈 好 我一定完成任务 拯救世界的坚决任务就交给我吧 我就是超级英雄 你在干嘛 你赶紧把你电脑上的东西取消 我是在治妹妹的病 妹妹 你好点没啊 糟糕 数字世界的大门快要关闭了 不行 都没说了 不管怎样都要阻止你 可是 你别可是了 这是唯一 你连我的话都不听了 来不及了 又失败了 自从妹妹被芯片控制后 就在我们的世界里消失了 不过芯片所造成的奇怪事情 就一直在我们身边发生着 比如妈妈和爸爸突然升起呼唤 哎呀 我怎么进入你的身体呢 啥玩意儿 比如前一秒放进冰箱里的东西 下一秒就不见了 我刚放进来的鸡蛋液呢 今天 这个相机好像也 该喝点水了不美 果然 这个相机可以拍到未来几分钟的画面 谁呀 快递 妈妈别开 你怎么了 糟了 不然被噎住了 我来我来 真的太感谢你了 这 谁刚才还给咱们拍照了 啊 谢谢叔叔 奇怪的事情继续在我家里发生着 妈妈 不美你看妈妈戴这个眼镜好不好看 你怎么还不去写得业 老师让你背的单子都背了吗 怎么样 好看吗 好像有点 你好好看看 咱俩怎么不换拖鞋啊你 就知道让我生气 你说你这 你站这干嘛呀 一天天跟你办 饭应该好了吧 看来 这个眼镜不能随便戴 爸爸 今天什么时候去游乐园啊 我胃有点不舒服 咱们改天再去啊 你说好 好疼 墙上的画 倾斜了15度 看来爸爸又藏钱了 妈妈 帮我把画取下来 我要拍照给朋友看 哦 老公 下次可别乱放钱了 啊 啊 好好 走 妈妈这也太反常了吧 妈妈 你居然又藏钱 不是那个 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就不知道改 而又不知道改 走着场 走着场 没完没了 翻死了 翻死了 旁边 奇怪的事情 继续在我家发生着 这个小女孩收到一个快递 妈妈 你有听到奇怪的声音吗 没有啊 奇怪 女孩打开快递 发现是一个催眠节拍器和说明书 说明书上说 这个催眠神器 可以把人变成动物 小女孩不信邪 开始对她妈妈催眠 妈妈配合地闭上了眼睛 当我一打响指 妈妈就会变成一只猫 鸟 显然 妈妈只是在配合演出 小女孩又找到了她爸爸 当我一打响指 爸爸就会变成一只小鸟 小女孩打完响指 这种恶作机你也相信啊 小女孩失望地 把节拍器扔进垃圾桶 小女孩饿了 走进厨房 问妈妈做好饭没有 然而 妈妈 女孩一脸惊恐 她知道 刚才的催眠成真了 于是 她准备打开门去看爸爸 等等 如果跟着圣音去做 爸爸就会 小女孩打开了门 不行 后面的故事剧情 交给我来写吧 小女孩再次推开厨房门 看见妈妈擦完嘴 笑着对她说 妈妈刚刚逗你门呢 是吧你下 原来是虚惊一场 此时爸爸也从房间出来 刚才花瓶不小心 从阳台掉下去了 你没事就好 爸爸拿出催眠节拍器 在小女孩面前 爸爸说 把不美变成妹妹 通过最近发生的事情推断 被芯片控制的妹妹 一定还在家里 不过是隐身了 我们看不到 我们要想办法 把她找出来 第一步 用未来照机 找到妹妹即将会出现的地方 提前在地上 撒上面粉 一旦面粉上出现脚印 立刻将床带戴上去 第二步 妈妈戴上暴躁眼镜 发动语言攻击 吸引妹妹注意力 爸爸迅速将妹妹控制住 第三步 用催眠神奇 将妹妹催眠 趁妹妹无意识时 将芯片取出 不能出一点差错 你们能做到吗 能 开始行动 不用那么麻烦了 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把妹妹还给你们吧 这 快去 妹妹妹妹 这日 科技巨头公司宣称 已经批量生产出一款芯片 只要将这款芯片 植入人的大脑 就可以让人的潜力 发挥到最大 不过 这一科技成果 也引起了众多百姓的反对 他们认为 这是人类走向灭亡的 第一步 但你怎么看 是人类走向灭亡的 什么事 是人类走向灭亡的 我会继续